充盛县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约0.6% 却集中了约70%的驻入美军基地 其中位于野野湾市的普天坚基地 更是靠近居民区 长期以来美军犯罪军机坠毁 高空坠物和噪音骚扰等频繁的发生 充盛民众不堪其扰 普天坚第二小学和普天坚美军基地之间 就隔着一道围栏 面对军基起降时产生的噪音 学校的师生尽管心里不满 却也无可奈何 何年も工事が経過をしているので 不音効果がほとんどない状態になっていて 離合着する時の軍用機の騒音がひどい時には 先生の声に届かないので 授業が中断するんですね 过去的近20年时间里 高橋年南一直在为普天坚美军基地 噪音受害者的求偿诉讼 提供司法援助 然而并没有取得多大成效 除了噪音等环境問題外 普天坚第二小学还要应对 不知何时会发生的坠落事故 组织学生及时疏散 也成了学校生活的一部分 2006年日美两国达成协议 决定把普天坚基地 迁到冲城县北部 辺野古建神美军的飞机跑道 根据美军制定的安全标准 周围的建筑物的高度 将会受到限制 而超高的建筑 将会被要求拆除 而就在附近 有一所日本的国立高校 它的教学楼和学生宿舍 都超过了这个安全标准 在经过这个高校的时候 有当地人感慨 难道要把好好的校舍 给拆除吗 而这样的矛盾 如果随着新基地的建设 在这里可能会越来越多 央视记者日本冲神县 明护士报道